直到此时 江旺才明白 为什么即使是众玄圣这等家事 也对连雀要帮他铸剑仪式表示羡慕 仅仅从这座剑庐来看 所出也绝非凡品 剑林内部 只此一庐 而剑庐之外 连一个棚子也没有 大概并不具风雨 此时除了连雀江旺之外 并无他人 这炉自今日已被连雀定下 连雀对着剑庐行了一遍繁复古礼 又贵又福 嘴里念念有词 十分虔诚 大约是连世铸剑之前的固有礼仪 并不强求旁人 但江旺也跟着任认真真居了三宫 这炉中火种 可是故国破灭 背景离乡都不曾熄灭 这种跨越时间长河的厚重感 值得他付出尊重 李毕 连雀站起身来问道 你可想好 要一柄什么样的剑 江旺被问住了 这不应该是驻兵师要考虑的事情吗 连雀见他的样子 便知他并未想好 摇摇头道 这是你的剑 它会长成你的心 你的意 你的手 你首先要明白你的手 你的意 你的心 你先在这里打坐一阵 放空身心 连雀往剑炉后走 我正好再整理一遍材料 我的手 我的意 我的心 江旺一路问心而来 是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 他也一直坚定着前行 但是对于想要一柄什么样的剑 的确没有过思考 好像 越强越好就行了 锋利吗 坚固吗 明刻超凡倒数 自带威能无穷 他尊重连雀作为驻兵师的权威 也不顾地上是否干净 即刻盘地而坐 开始打坐 放空身心 连雀正在剑炉那边摩缩矿时 回头看到江旺已经入定 不由得点了点头 无论在天府秘境里的那个自己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交出命牌 至少现在看来 自己在天府秘境里并没有看错人 此人天父心性 都是上上之选 江旺入定之后 便对时间失去了概念 心神放空 那是一种玄妙的感觉 如是重负 心思空灵 但不意味着他就此失去警惕 说说笑笑的声音 突然传入耳中 却是一行人走出剑阵 来到了剑炉前 江旺睁开眼睛 便看到为首那年轻人对着连雀招呼 语气不音不扬 哟 连雀哥哥 你怎么也在这里 连雀并不像一个好脾气的人 但不知为何 竟对此人并不动怒 只是说道 接下来几天剑炉封锁 直到我驻剑结束为止 连少 你们想要观瞻剑炉 只怕要等一段时间了 连少是典型的南瑶城人容貌 肤色较黑 人高马大 面方脸阔 五官算得端正 当然 仅仅只是五官端正 就已经比连雀不知要强到哪里去了 古炉助兵 即便是你 一生也只有三次机会 就这么许出去了 连少做出惊讶的样子 掉转头看着打坐余地的江旺 这位是何方神圣啊 他是明知故问 连雀大张旗鼓地参与天府秘境 最后一无所获得出来 事情早已传遍南瑶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 他是在天府秘境中跪地求饶 甚至献上命牌 才得以保住性命 之所以他这么用心的唯将望驻兵 因为这是在天府秘境中就达成的交易 这些话不知是谁传出来的 也没办法反驳 毕竟谁也不记得天府秘境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连雀一无所获 还交出了命牌是事实 连雀都不生气 江旺也不至于强出头 就那么盘膝坐着道 我是江旺 不算什么神圣 只是连雀兄的朋友而已 原来是江兄 久仰大名 连绍拱了拱手 算是见礼 转笑道 多谢你奉还我连雀哥哥的命牌啊 真乃高风亮节 自天府秘境结束后 江旺在齐国便已不算无名之辈 一则他预定了神通内府 二则他是众玄圣的好友 仅这两点 连绍只要不是蠢到一定程度 就不至于无缘无故招惹他 敌意大多是冲着连雀而去 江旺摇摇头 可能你现在对我还不熟悉 不过以后你们会认识我的 我不是一个喜欢威胁别人的人 若有仇怨 一般只见生死 命牌应该只是连雀凶送我的一个凭证 我当然不至于厚颜道 凡以此要挟 从连绍的话里 他意识到连雀现在所面临的舆论困境 不得不出面解释一二 无论天府秘境里发生过什么 连雀现在尽心为他注见 这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 接下来他会在齐国待上一段时间 很有必要让齐国人对自己有些了解 这番话既是为连雀作证 也是自己态度和力量的展示 反倒是连雀本人 似乎对此并不在乎 只淡淡下了逐客令 好了连绍 住建位开始前你还能在这里待着 现在我马上开始住建了 按照规矩 你们得离开这里 计讽无用 挑衅不应 都搬出家族规矩 连绍也没什么在逗留的借口 指得愤愤带人离去 江旺看着齐人走回建镇 若有所思 你好像很疑惑 我的脾气怎么这么好 连雀边往这边走边问 走 江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是有些好奇 连绍其实不是坏人 连雀走过来 掐了一道硬绝 将建镇封锁 才随口说道 他只是一个可怜人 江旺看向他 表示疑问 连世每一代只有十个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牌 我是其中之一 他不是 连却只说了这一句 便不再解释 早在天府秘境外听说命牌之事的时候 江旺就感到过疑惑 无论在哪个地方 生死空余人手都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连世大名鼎鼎 为何会建立这种制度 但连雀没有多说的意思 他也不便细问 你过来 坐到剑颅左侧的蒲团上 连雀指挥着 递过来一块婴儿拳头大小的赤红圆石 双手捂住 输入道元 江旺自然一言为之 连雀解释道 这是对应剑颅的火石 剑颅本身有足够的火力 让你灌输道元 只是为了在铸剑过程中 让你的剑更熟悉你 更适合你的心意 你在输入道元的同时 最好放空心神入定 这样输入的道元更纯粹 更能代表你的内心 道元枯竭时停下即可 不必勉强 并不影响我住剑 最好 他又补充道 当然 坚持的时间能够长一点会更好 连雀并没有拿一堆道元石过来让江旺随时补充 因为一般情况下 道元石并不能及时提取道元 而必须有一个调息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即会打断道元灌输 树叶有专攻 在铸剑这件事上 将往无条件地信任 连雀没有自以为是的提出什么建议或想法 他还没有狂妄到用自己浅薄认知挑战连世千百年铸兵历史 连雀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当下盘膝于剑颅左侧蒲团上 闭目入定 而他的道元 就源源不断往手心那块赤红元石而去 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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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好像整片天地都静了 只有炉火跳跃的声音 也说不上哪一方依附哪一方 总之慢慢和自己的心跳 重叠在一起 感谢盟主乌猎123的万赏 感谢书友向命运挥拳 书友两精灵191兆2271亿9524万1260的打赏